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,才能在高考中直接加60分,更让人想不到的是,他还迎来了清华大学校长亲自上门去送录取通知书。 然而当校长进入他的家的时候,映入眼帘的却是摇摇欲坠的院墙,破破烂烂的院子,瘫痪的母亲和患有精神病的父亲。 随后央视,面对面,节目更是跑到旁众望家中进行采访。 本以为这样的家庭,孩子会自卑内向,不愿意与外界沟通。 怎知,庞众望对着镜头却大大方方地说, 我妈妈那么好,我姥姥姥爷那么好,我的每一个亲人都那么好,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呢? 这样的家庭却培养这么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,父母到底是怎么教育的呢? 庞众望又是如何成为高考状元的呢? 1999年,河北苍州一个很特殊的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, 虽然父母都不识字,为了儿子将来有出息, 母亲在为数不多的认知里挑中了众望这个名字。 带着父母殷切期盼的庞众望,从出生开始就是与苦难作伴。 不过,这些苦难并没有压倒庞众望,反而庞众望吧,如果苦难选择了你,那么你可以把背影留给苦难,把笑容交给阳光,当作自己的座右铭。 庞众望的母亲庞志勤从小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柱炎,从出生开始就只能瘫痪在床。 庞众望的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,平时必须有人24小时照顾,根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。 从庞众望出生开始,就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所有的期望。 因为父母都不能顶门利护,甚至还都需要人照顾,庞众望一家只能靠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勉强支撑。 因此,庞众望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做饭照顾父母。 2005年,才6岁的庞众望出现了异常。 一次下雨天,庞众望老爷到学校接他回家,结果却发现,其他孩子都跑着躲雨,庞众望却脸色惨白地站在雨中。 察觉不对劲的老爷,不敢耽搁,赶紧带孩子到医院看病。 随时检查后,医生却变了脸色,对着老爷说,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,不能跑不能跳,尽快入院治疗比较好。 那个时候,大肆不识几个的庞志勤根本不明白先天性心脏病是什么。 但得知庞众望的病情,不少人都劝说庞志勤放弃治疗,治疗这个病就是浪费钱财。 毕竟,庞志勤一家过得太过艰难,家里的房子早就成为微房,差点砸到人。 村里领导看庞志勤一家可怜,就把没人住的房子借给了庞志勤一家暂住。 瘫痪的母亲,精神有问题的父亲,连饭都吃不起的家庭,却培养出了一个理科状元。 他就是庞仲望,六岁就有先天性心脏病,最终却克服种种困难,以744的高分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 就是这样一个勉强维持的家庭,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,根本肩负不起。 可是,庞仲望的母亲庞志勤,不甘心耽误孩子的病情,所以四处求人,四处借钱。 可是四万块的手术费,根本不是庞志勤的家庭能够拿出来的,为此,还不明白自己病情的庞仲望,只能推着母亲挨家挨户的去借钱。 这样的经历,在小小的庞仲望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最终,在庞志勤的努力下,求来了二十多户人家的帮忙,凑到了四万块钱给庞仲望手术。 虽然手术很成功,庞仲望的性命被救回来了,可是这个贫寒的家庭也负债累累,靠着庞仲望爷爷奶奶的工资,根本还不清债款。 当时的庞仲望还不知道,欠钱是什么概念,只知道,自己时刻需要人照顾的父亲被别人叫去外面打工赚钱,而卧病在床的母亲也开始没日没夜地做绣品赚钱还债。 小小年纪的庞仲望虽然不懂得,但是心疼父母,于是庞志勤就骗儿子说,赚钱就能买好吃的。 你太瘦了,要好好补薄。 懂事的庞仲望看着母亲行动不便,洗手洗脸都成了难事,于是主动肩负了家庭的重任,不仅学会了照顾一家人的吃食,还学会了给家人洗衣服。 除了做家务之外,庞仲望也会趁着下学的时间剪一些纸皮或者是塑料瓶,让老爷拿去卖掉换钱,并且告诉老爷,不要拿回家,也不要让妈妈看到,他会伤心的。 2013年,正在上初二的庞仲望,被人通知母亲住院,赶到医院才知道,母亲庞志勤因为贫血晕倒。 一想到母亲将所有好东西都留给自己,因为营养不良导致贫血,庞仲望很是自责,为了救治母亲,庞仲望这次一个人敲开了一家家的门,四处借钱凑住院费。 最终庞仲望凑够了医治母亲的费用,醒过来的庞志勤感动不已,嘴上却劝说儿子不要操心,好好读书就好。 而庞仲望也不负所望,虽然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尽自己所能照顾家庭,庞仲望的成绩却能够名列前茅,家里一面墙上全都是庞仲望的奖状。 虽然庞仲望家庭糟糕,甚至是拖累,可是庞仲望却觉得自己的家庭非常的好,自己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。 庞仲望跟妈妈的感情十分深厚,害怕母亲在家里多想,高中到吴乔中学读书的庞仲望在得知学校必须住校后,庞仲望趁着暑假写了三十多封信。 在到学校报道前,把这些信交给老爷,让老爷每天给母亲念一份,直到休息日,庞仲望看到一个月没有归家的儿子,害怕耽误儿子时间,主动叫停了儿子才作罢。 2017年,庞仲望参加了高考,最终以744分的好成绩成为了苍州市理科状元。 如此耀眼的成绩也引起了清华大学校长的注意。 因为庞仲望高考裸分684分,另外还有农村专项计划清华加分60分,合计744分。 本来能够拿到高考加分的学子,已经非常的稀少,可以说被清华大学预定的好苗子。 尤其是得知庞仲望的家境后,清华校长决定亲自迎接这个寒门柜子。 只是校长虽然有所准备,可是真正踏入庞仲望家里的时候,还是试了眼眶。 完全无法想象,在21世纪的中国,还是在首都旁边的河北苍州,居然还有如此贫困的家庭。 破败的农村小院,瘦得皮包骨的庞志勤,坐在轮椅上,还有已经年过70岁,还要为生计发愁的爷爷奶奶。 这样的家庭,活着都不容易,还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,更是难上加难。 来到庞仲望家中后,清华校长看到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农村孩子,反而是浑身散发着自信光芒的庞仲望。 清华校长将如此落落大方的庞仲望吸引,两人在庞仲望房间里交流了两个多小时。 出来之后,清华校长对庞仲望的家人说,放心吧,一定把这孩子培养成才。 庞仲望没想到,一个简简单单的送录取通知书,居然让自己火了一把。 因为跟随庞仲望的录取通知书一起到的,还有央视,面对面,栏目组的记者,虽然跟清华校长一样做好了心理准备,记者还是被庞仲望的家境吃了一惊。 当时,记者在绕着庞仲望家里拍摄一圈后,也很委婉地征求庞仲望的意见,是不是需要隐瞒一部分真实家庭情况。 毕竟,这样的家境一旦登上荧幕,势必会被大众所讨论,对于庞仲望来说,也是不小的压力。 可是庞仲望却说, 我妈妈那么好,我姥姥姥爷那么好,我的每一个亲人都那么好,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呢? 随后记者询问庞仲望,你羡慕过别人的家庭吗? 有没有觉得家庭是拖赖? 庞仲望面对镜头的时候却说,为什么要羡慕别人的家庭? 家里每个人都很爱我,虽然我们没钱,但我有天底下最好的妈妈。 妈妈说过,遇到困难不要怕,也不能怕。 订好计划后,一点点的解决就好了。 有人说庞仲望是文曲星下凡,可是当众人随着镜头看到破败的院子,用砖堆砌的床板,以及堆积如山的纸板和塑料瓶,再看看面对苦难依旧效对人生的庞仲望,所有人只觉得庞仲望内心太过强大。 随着央视报道,大家也对这个前途光明的寒门柜子很感兴趣,不少人甚至萌生了资助庞仲望的心思。 面对这些人的好意,庞仲望都蜿蜒谢绝了,这并不是因为庞仲望清高,而是因为庞仲望知道还是要靠自己。 即便大学学费昂贵,也可以申请助学金,平时有时间可以打工赚生活费,有很多养活自己的办法,没必要接受别人的施舍。 2021年,一向低调的庞仲望向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庞仲望拿到了直播的机会,主攻方向是精密一气赚业。 2022年,一个名叫百里寒语的博主更新了一个澄清视频,澄清的内容却是为了庞仲望。 原来,自从庞仲望考上清华之后,就有不少人冒充庞仲望,对庞仲望造成了困扰。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真实性,博主只能公开了跟庞仲望连线的视频,看到出现在镜头中的庞仲望,大家终于明白,博主正是庞仲望的女朋友。 虽然百里寒语一年更新的视频趋之可数,但是因为内容多是与庞仲望的日常,也吸引了几十万粉丝。 作为男朋友,庞仲望并没有理科男的直男属性,反而处处引导女友尊重女友。 本来,庞仲望女友的目标是本科毕业就工作或者是在苍州本地考研。 自从两人确定关系后,庞仲望就成为了女友求知的动力。 庞仲望女友正在竭尽全力地追赶庞仲望的脚步,打算靠北京的学校。 黄天不负有新人,相信两个人一定有美好的未来,你觉得呢? 这个超级的程度是没有问题的χ